你看啊,我们倒出来的水 都是比较脏的 放冰糖下去的目的呢 就是要去掉这个冬菇的臭青味 美美 看到吗?这种百花菇是特别厚的 所以咬下去啊,口感特别好 大家早上好,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集的养生系列 将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泡发冬菇 那在我手上的呢 就是特选百花菇 怎么样说特选呢?特选的意思就是 每一粒都差不多大小 当我们煮上来 半叠的时候啊,看到呢 就会比较美观一点 那冬菇要怎么样煮才好吃呢? 首先我们冬菇一定要够厚 然后我们煮到它够够入味的时候 一咬下去,爆酱的 那种效果就是最好吃的啦 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先做 第一个步骤,我们找个包 然后把所有的冬菇放下去 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把冬菇泡水 泡水呢,冬菇就一定会浮上来的 这样我们要怎么样 按着它呢? 我这个包呢,我就可以这样 将它吊转盖着 啊 OK,等它满水过后呢 我们就这样推过去 将这个冬菇彻底的全部蒸过 这里呢,我们要泡它一个二十分钟 OK,好 这里我们已经泡半了二十分钟 然后呢,我们就打开盖 把这些冬菇的水倒掉 好,把水倒掉过后 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放点生粉下去 这里我给大约四汤匙的生粉 放下去我们就 就擦一擦这个冬菇 OK,这里我们就 大概这样捉一捉它 给它干净 好,然后 你看啦,我们倒出来的水呢 都是比较脏的 OK,过后呢,我们就 重复的洗冬菇 洗多几轮 洗到水是清为止就OK了 好,第一轮的水倒掉 好,第二轮的水呢 现在我们就再将冬菇擦一擦 OK,再倒掉 嗯,第三轮了 好,再倒掉 好,冬菇已经洗干净了 这样我们就放水下去 一定要盖过冬菇啊 然后我们关着盖 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浸泡它最少 最少六个小时 这样我们半碗回来再处理 好,已经来到盘碗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冬菇 直接拿去煮 好,最后我们直接开大火 给它煮上来 好,现在已经滚起来了 现在我们就开盖 现在呢,我们就要加两汤匙的冰糖下去 好,放冰糖下去的目的呢 就是要去掉这个冬菇的臭青味 同时呢,也可以给冬菇有一个底味 好,已经煮了三十分钟了 那现在我们就拿上来 放一边,放冷 然后直接到明天的早上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好,来到第二天的早上呢 冬菇已经是发好了 来,大家看一看 哇,非常美 剪开一粒给大家看了 等下呢,我们要把这个顶剪下来 美美 看到吗?这一种百花菇呢 是特别厚的 所以咬下去啊,口感特别好 好,那现在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如果你们是有用到冬菇水的话 冬菇水可以收起来 可是我是没有用的 冬菇水呢,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可以拿来煲汤,拿味道啊 然后可以拿来焖东西的时候 放下去啊,都有种种的作用的 过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冬菇顶 冬菇脚,把它剪掉 好,现在冬菇的已经泡发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收 那,我会建议大家呢 就是分开一小包一小包收的 因为如果我们是收在保鲜盒的话 那个冬菇,它结冰起来呢 就很难退冰了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用这些chip lock bag 大个小个看你们的 每一次吃的份量有多少 我们就拿这个chip lock bag 来收 好,就这样 好,泡发冬菇的过程已经完成了 那这里呢,就简单的跟大家 讲一下几个重点的 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 冬菇干呢,是浮的 当我们第一次要浸泡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 震到完进去水里面 给它充分的吸收那水分 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 我们要拿生粉来洗一洗冬菇 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 当我们煮冬菇的时候,放点糖下去 放点糖,它可以披掉那个 冬菇本身的那个臭腥味啊 把它披掉,然后呢,同时也给它留着一些 少许的甜味 作为这个冬菇的底味的 那第四个重点呢,就是那个冬菇水 冬菇水主要,我们就是要那个 最后一轮的 第一轮跟第二轮都都不要 那我个人呢,是没有用到这个冬菇水的 如果你们要的话 可以收起来 煮汤可以用到,焖肉可以用到 或者是你们炒菜调味也是可以用到的 那第五个重点呢 就是剪出来这个丁啊 千万不要拿去丢哦,很多作用的哦 这个丁啊,你可以拿来包到它 更加软一点,拿来做冬菇水也可以 过后呢,我是特别喜欢呢 拿来焖鸡脚啦 哇,超棒,因为它的口感 特别不一样,特别脆的 那最后呢,我会建议大家 这样薄薄的一层一层 可以大包一点,但是 我们就不要搭买一起 选择一粒这样,如果一粒的话 它黏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要 退冰的时候呢,就要用到很长的时间 变了,这样包装呢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再来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我 采用的是,四斤海味的 特选百花固 那学到的,喜欢我这个video的 给我一个赞,把它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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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